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之前上帝称呼他们是又瞎又龙的失败的仆人 因此上帝管教了他们 但上帝终究还是要复兴他们 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 他不是任凭人类在历史里面堕落败坏 上帝在历史中仍然要掌权 他要透过他所设立的仆人 或是他所拣选的器皿 来彰显两件事情 第一 公义审判 第二个 怜悯救赎 好叫他透过公义审判跟怜悯救赎 让这个世界回到他创造的心意里面 很可惜他的仆人以色列失败了 因此神要重新来恢复他们 第四十五章这边要介绍 一种另类的仆人 就是波斯王古列 或是翻译成塞鲁士或居鲁士 而四十六四十七只是在讲到审判上一任失败了仆人 失败的这个器皿巴比伦 然后到第四十八章又会回到他的仆人以色列 我们就来看一下第四十五章 我 耶和华所告的古列 我搀扶他的右手 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 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 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 不得关闭 我对他如此说 我必在你前面行 休平崎岖之地 我必打破铜门 砍断铁栓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 使你知道提名赵你的 就是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在鲁士王是一个传奇人物 他用二十年的时间平定了天下 他原本只是在今天伊朗南部 那个地方叫波斯的一个小小的君王 但后来他打败了北方强大的马带 然后在远征土耳其那边的律底亚王国 最后再绕回来 打败了巴比伦帝国 成为霸主 二十年平天下 但是上帝在一百六十年前 就先透过以赛亚的预言 指名道姓 以后会有一个波斯的国王叫做塞鲁士或是古猎 他要成为上帝的器皿 上帝要透过他释放被巴比伦掳走的以色列人 重新归回伊路撒冷 重新建造圣殿 这在上一章四十四章的最后节 上帝就已经透过以赛亚说出来了 所以呢我也要放松猎王的腰带 使城门在他 指就是赛鲁士的面前敞开 不得关闭 我对他如此说 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 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 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 就是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为什么二十年古猎 他能够这样子一统天下 其实是上帝成就的 他只是上帝的仆人 是上帝提名呼召来的器皿 第四节 因我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 我就提名召你 你虽不认识我 我也加给你名号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 你虽不认识我 我必给你数药 第四第五节两次提到 你古列王虽然不认识我 但是我主动护召你 使你成就这一切事情 最后的目的是为了 要释放我的百姓 我的仆人以色列 能够回到耶路撒冷 重新建造圣殿 那在以色拉记第一章 一到四节也提到 古列王下造的招书 他说是 这个以色列天上的神 使用他 然后呢命令他 释放以色列的百姓 回到耶路撒冷 其实古列王 他打进去巴比伦城的时候 他喊出了一个口号 使得巴比伦人都没有反抗他 就归顺他 他说我就是你们巴比伦人 马尔杜克大神 才派我来释放你 因此呢 古列王他的宗教政策 就是比较开放的 他释放了这些 被巴比伦跟亚述 从世界各地俘虏 来到两河流域的这些 俘虏 都释放他们回去 并且鼓励他们 重新建造 他们的宗教信仰 他们的神庙 他认为是天上的神 让吩咐他这么做的 所以这个古列王呢 他好像知道是天上的神 吩咐他这样去做 可是他其实也不完全明白 这位天上的神真正指的 其实是耶和华上帝 因此经文说 其实你好像认识我 其实你是不认识我 但没有关系 你是我手中的工具 是我手中的器皿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使人都知道 除了我以外 没有别神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 我造荒又造暗 我失平安又降灾祸 造作这一切的 是我耶和华 诸天自上而低 穷仓降下公益 地面开裂 产出救恩 使公益一同发生 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 第七第八节 让我们看见几组 看起来矛盾的东西 但是在耶和华的手中 同时成就 包含光跟暗 包含平安跟灾祸 包含救恩跟公益 这些看起来是 互相矛盾冲突的 人在历史的发展里面 历史的动荡里面 不能明白 这些矛盾的东西 怎么能够在历史里面 放在一起呢 但是耶和华说 在你们所看不太懂的 历史的背后 真正的主宰 其实就是我耶和华上帝 举个例来讲 当我们说 这个上帝使用古列王 让他释放 以色列人 重新回到耶路撒冷 建造圣殿 然后呢 敬拜耶和华 可是同时 他也释放了 各国各民族的百姓 回到他们的原居地 去建造他们 偶像的庙 所以有时候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就是 看不太懂 好像他又照光 又照暗 又失平安 又失灾祸 然后他的公义 好像也彰显了 他的救恩 好像也成就了 可是呢 我们仍然 很多的地方 看不太明白 因为神是一位 自隐的神 我们待会 在后面的经文 会看见 那除非是上帝 亲自说明 亲自解释 亲自来启示 给他的百姓 他的百姓才会明白 原来历史的过去 现在跟未来 是这样子 神如果没有说明 人就是物理看花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九节 或在 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 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 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 你做什么呢 所做的物 岂可说你没有手呢 或在 那对父亲说 你生的是什么呢 或对母亲说 你产的是什么呢 耶和华 以色列的圣者 就是造就以色列的 如此说 将来的事 你们可以问我 至于我的众子 并我守的工作 你们可以求我命定 我造地 又造人在地上 我亲手铺张诸天 天上万象 也是我所命定的 我凭公义兴起古列 又要修植他一切道路 他必建造我的城 释放我被掳的民 不是为工价 也不是为赏赐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会讲到说 那个受造物 他怎么能够来评论 创造他的 那个被他生的 怎么能够来评论 生他的 一样在历史里面 被神审判的 以及被神拯救的 他其实没有办法 全然看得懂 全然明白 那位历史背后的主宰 以至于常常就是会 妄加论断 或是妄加的猜测 十一节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就是造就 以色列的如此说 将来的事 你们可以问我 至于我的重子 并我守的工作 你们可以求我命定 这个瓜虎里面说 求我命定 原文叫做吩咐我 其实第十一节应该 要跟前面的九节十节 一样都是反问句 所以第十一节意思是说 这个被造的人 人 不是为赏赏赐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边提到上帝是创造的主宰 上帝也是在历史中掌权的主宰 所以他凭公义 兴起了赛鲁士 让他可以释放上帝的百姓 回去重建 耶路撒冷 耶和华如此说 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 必归你 身量高大的西巴人 必投降你 也要赎你 他们必带着锁链 过来随从你 又向你下拜 祈求你说 神真在你们中间 此外再没有别神 再没有别的神 救主 以色列的神啊 你实在是自隐的神 凡制造偶像的 都比暴会蒙羞 都要一同归于惭愧 唯有以色列 必蒙耶和华的拯救 得永远的救恩 你们必不蒙羞 也不爆愧 直到永世无尽 古时跟西巴 都是在埃及的南边 这边说 埃及跟古时 以及西巴 好像他们也要 重新的怎么样 走出他们的埃及 来投这个归向神 很像是以前 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 如今埃及人自己 也要出埃及 来降服于神 他们必带着锁链 过来随从你 又向你下拜 祈求你说 神真在你们中间 此外再没有别神 再没有别神 15节 救主以色列的神啊 你实在是自隐的神 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上帝没有向 他的百姓 他的仆人 以色列 说明这一切 那世人真的还看不懂 到底上帝在做什么 世人还真的不明白 在历史背后 运作的这位上帝 他运作的逻辑 他运作的法则 到底是什么 例如说 以色列不是上帝的仆人吗 那怎么会 沦落到国破家亡 被掳到远方 那怎么忽然又会 波斯上台 又把他放回来 世人是物理看花 看不懂 但是呢 15节说 那位拯救 以色列的救主上帝 他看起来 是一个自我隐藏的神 但其实 他也是一位 自我显现的神 当他借由他的先知 以色列 向百姓 预告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 百姓将来就可以成为 一个见证者 使这位自淫的神 能够显现出 他是真正 在历史中掌权的主 16节 凡制造偶像的 都必爆亏蒙羞 都要一同归于惭愧 唯有以色列 必蒙耶和华的拯救 得永远的救恩 你们必不蒙羞 也不爆亏 直到永世无尽 偶像对于历史的发展 以及历史的解释 他们是毫无知识 也不知道为什么 会这样发展 但是唯有蒙神 启示的以色列 上帝的仆人 他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以至于他 永远不蒙羞 他要得着永远的救恩 直到永世无尽 18节 创造诸天的耶和华 制造成全大地的神 他创造坚定大地 并非使地荒凉 是要给人居住 他如此说 我是耶和华 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 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 你们寻求我是突然的 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 所说的是正直 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 要一同聚集前来 那些抬着雕刻木偶 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 毫无知识 你们要述说 臣明你们的理 让他们彼此商议 谁从古时指明 谁从上古述说 不是我耶和华吗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神 我是公义的神 又是救主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别人 上帝创造了美好的世界 很可惜 人在里面不断地堕落犯罪 但是上帝他不会任凭 他所创造的世界 如此的荒废下去 他要透过公义的审判 以及慈爱的救赎 重新恢复他的创造 他如此说 我是耶和华 再没有别神 当我们了解了上帝的创造 以及他公义审判 以及联敏救赎的计划之后 我们就可以明白 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的轨迹 更能够信靠说 没有错 除了耶和华之外 没有别的神 第十九节 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 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 你们寻求我是突然的 突然就是枉然 就是找不到 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 所说的是政治 这边就是跟第十五节做的对应 从世人来看 耶和华实在是自我隐藏的神 但是从领受上帝的启示 认识上帝是历史的主宰的以色列人来讲 上帝并不是自我隐藏的 因此十九节说 我并没有在隐秘和黑暗的地方 隐藏自己对你们说话 我乃是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你 以色列 我的仆人 因此你们寻求我 绝对不是枉然的 你们一定可以寻求到我 寻找到我 而我耶和华所讲的 都是公义的 都是正直的 都是对的 都是必定会实现的 二十节 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 要一同聚集前来 那些排着雕刻木偶 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 毫无知识 你们要述说成名你们的理 让他们彼此商议 是谁从古时指明 是谁从上古述说 不是我耶和华吗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神 我是公义的神 又是救主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别神 这边再次讲 就是说 就让那些雕刻偶像 靠偶像来预测 人类历史的发展 每一个国家民族的 祸福前途的这些偶像 让他们来说一说 古时候发生那些事情 为什么以前会发生那些事情 你们说啊 说不出来 现在为什么会这样 不知道 那我这个预告 未来会那样 为什么要这样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没有办法回答 所以再次显出 除了耶和华是神之外 没有别的神 二十二节 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 就必得救 因为我是神 再没有别神 我指着自己起誓 我口所出的话 是凭公义 并不返回 万西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凭我起誓 人论我说 公义 能力 唯独在乎耶和华 人都必归向他 翻向他发怒的 必至蒙羞 以色列的后裔 都必因耶和华 得称为义 并要夸耀 最后这段告诉我们说 历史会证明 以色列所信靠这位上帝 他不仅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他也是 这个历史的主宰 因此 从地级 四方的人民 都要来 跪拜 称颂 唯有耶和华上帝 是公义能力的神 而在乱世里面 在这些看起来 看不懂的历史发展里面 愿意持续的 信靠上帝的 以色列的后裔 他们要被称为义 并且呢 要来化药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再一次 到你面前来 向你 成名 我们愿意做你的仆人 主啊 求你 不断地将你的真理 将你的 心意 来指教 我们众仆人使命 主好叫 世人可以看见 主 你是掌管 天地万有 你是掌管 人类历史的救主 谢谢主 主愿我们都被你复兴 而成为你 愿意使用的仆人使女 谢谢主 使用我们能够与你同工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妹 愿神赐福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你也读得懂圣经的运动 在大家一起推广的努力之下 如今我们所制作的 每日言经事业节目 在全球华人世界 每个月都有超过 100万人次以上的收看 我相信可以有更多人 能够享受神的话语 独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特别制作这台 Talking Bible读经机 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 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 每日言经事业的影片 以及100首动听的天韵诗歌 非常合适你自己在家里使用 也非常合适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及魏信主的亲友 非常希望透过我们的 用心制作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人 享受神的话语 而且不害怕 独不懂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真的成为更多人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